哈大好我是来自安会议区的本格 这期该带来QBZ191的强牌包库视频 大都是这个卫星基地 小伙伴建议我 应该尽快去出一期国产神器 QB191的强牌包库视频 那么这么强的 说实话我用完之后 其实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好用 但是作为一把刚出的GP神器来说 毕竟它是7线的 所以用起来的话还算是不错 这个点射的情况下 这个还算可以 因为点射其实弹道比较稳 但是连发这一块弹道稍微有点跳了 这个远距对枪跟AK对枪多少就是有点吃亏 所以这个枪械的对枪这一块 我觉得这把枪比较适合近距离的一个连发或者扫射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的效果吧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当然这把枪我就昨天晚上用了一下 发现用起还不错 所以说给你们分享一下 哦呦直接抱我头 打个可以 当然如果换其他的英雄剧武器 我现在会更加好用一点 其实咱们对这把枪不应该有过多偏见 毕竟呢 他只是一把GP武器啊 并不是英雄剧武器或者save典类的武器 所以呢不能对他要求过高哈 那么站在GP的武器角度来看哈 这把枪还非常不错的啊 最起码这个弹道比较稳 只是这个换弹呢 包括射速啊 这块有待的一个加强哈 其实换弹这一块GP武器通病啊 射速还算可以啊 在中等中等片上的水平啊 那么唯一的不满意的地方啊 就是这把枪在远距对枪啊 多多说说有点吃亏啊 你会感到稍微有点没有AK那么多的一个钢啊 哼 这局我拿这把枪啊 打了打了三局啊 三局对枪的时候感觉有多多说有点吃亏啊 因为穿箱子的话也不在不占优势啊 我以为什么情况 大哥再拿死的报个脸啊 所以这把枪呢 我是不怎么推荐的啊 因为现在大家大家都有用力武器了 如果再用GP武器啊 要么是怀旧 要么是图个新鲜啊 所以你要说用赵瓦枪去打排位线啊 由于是高段位啊 真的真的不推荐 因为可能你还没出门 就被对面一枪秒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 我的建议能用就用啊 不能用放仓库也可以啊 好这边呢 这个小刀过去一个 应该是往常应该走了 大哥什么情况 你被打掉了 报个点呢 呦 开了我一枪好 是个炮啊 大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小宝贝 我看到你了 在长津阁 哎呦 露头了 他看到我了 他已经刀具了 好 来吧 带走你了 那么这边对枪呢 我就有点发傻了 我在这里不动给他钢枪啊 闪神想蹭他来的 这个大哥 AK直接订我 哎呀 吃亏了 亏大法了 你看 我压低了 其实拿着 这种对枪的时候 我会不自觉的 就把枪口去压低 老子想连方啊 你看看 哇 这就没爆头 好 还有一个 抓眼线往回撤一撤啊 因为这个远距对枪啊 这把枪不占优势啊 近距离连发扫射 我觉得这把枪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以上呢 就是我对于这把枪的一个 综合的评价吧 答案 如果你们想看其他枪械 我竟然给你们打啊 你们发的视频呢 发发的消息 我都回了 但是我这边呢 这个约圈 我是真的没有啊 你们有的话可以私聊啊 我也会慢慢来打起来 好的 本期呢 给大家就简单的解说这里吧 其实这把枪呢 呃 舆论下可以 但是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啊 因为这个用惯英雄机武器 在用这些枪线 你会发现这个枪 哎呀 也没想象那么好嘛 呵 但你想一下 他不花钱 你还想要啥 但是现在不花钱的英雄机武器 太多了 呵呵 所以导致这把枪 并不那么突出啊 放在10年前 绝对是要火的 假咒泥肠 接目来